柯文哲在今天進行了八年任內 最後一次市政總質詢 沒有想到有好幾位議員放棄質詢的機會 美式議會是破天荒 中場休息一個小時 也讓在場的局處首長們紛紛放風 但柯文哲本人 在今天被問到了 前衛福部長陳時中的黨疫苗疑雲時 再度爆氣開場 郭台銘跟你搭檔 到底是你正的還是他正的 順便自然 還有點人家要不要跟你搭 或者人家要不要選都還會知數 任內最後一次總質詢 柯文哲在被問選總統敏感話題 但國民黨最終質詢組 卻只剩陳益州出席 最後居然提前結束 我們這一組就結束 好 那我們就休息到三點繼續 破天荒總質詢 中場休息一個鐘頭 客委會主委開心吃東西 衛生局長看得不知道 是文章還是小說 消防局長直接看起摔角比賽 終於等到最後一位 無黨籍議員楊靖宇質詢 陳時中部長呢他做特別氣哺哺的工 他絕對不可能去擋疫苗 他說他沒有擋疫苗 可是當開始越來很多人都認為 他擋疫苗的時候 那就這樣難道我們所有人全部都錯了 只有他一個人是對的 環走過必留下痕跡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衛福部都沒有對全國人民交代說 到底當時是發生了什麼事 藍白兩黨狂轟陳時中 當年黨疫苗進口護航高端 身兼民眾黨主席的柯文哲 聽到衛福部歸咎是中國主黨再度爆氣 他要跟大家講說去年我們買不到疫苗 都是因為中國在主黨 是這樣嗎 連高嘉瑜王世堅都變中共同路人 政言上人你知道 政言法師都是中共同路人 天啊 我的評語也是兩個字 瘋了 危機九天總質詢結束 柯文哲走過八年 府會衝突與合作 如今都畫下句點